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10月底正式公布了2023年第三季财报。 由于第三季获利好转,加上强劲的第四季财测,在财报发表后,英特尔股价大涨了7.47%。 根据财报显示,英特尔第三季营收达142亿美元,同比下滑8%,虽然这是营收连续第七个季度下滑,但却高于分析机构LSEG预期的135.3亿美元。 Non-GAAP非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毛利率为45.8%,同比下滑0.1个百分点。 净利润为17亿美元,同比增长14%,每股盈于0.41亿美元,高于分析机构预期的0.22美元,也高于去年同期的0.37美元。 从具体各个部门营收表现来看,客户计算业务,含处理器业务营收79亿美元,同比下滑3%,数据中心和AI业务营收38亿美元,同比下滑10%,网络和边缘计算业务营收15亿美元,同比下滑32%, 自动驾驶部门Mobile-i营收5.3亿美元,同比增长18%,晶圆代工服务部门Intel Foundry Services营收3.11亿美元,同比大涨299%。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表示,他们第三季度的业绩表现出色,这得益于他们的工艺和产品路线图的全面进展, 与新代工厂客户的协议,以及他们将人工智慧带到各个领域的势头。 通过不懈地推进他们的战略,重建他们的执行引擎,以及兑现他们对客户的承诺, 他们继续在IDM2.0转型方面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英特尔财务长David Zinsner表示,他们的业绩连续第三个季度超出预期,收入高于他们的指导上限, 美股收益受益于强劲的运营杠杆和费用控制。 正如他们最近的投资组合行动所表明的那样, 他们高度重视,成为所有者资本的优秀配置者并为股东释放价值。 基辛格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还告诉分析师, 今年将削减约30亿美元的成本。 David Zinsner则表示,美股收益受益于公司费用控制得当, 其中营运费用同比减少了15%, 员工人数目前共12万人,低于去年同期的13万1500人。 这也意味着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英特尔经减了约11500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季期间, 英特尔还宣布, Programmable Solutions Group可编程解决方案事业部PSG 将从明年转为独立营运, 期望有效参与FPGA市场竞争, 更打算进一步独立上市。 对于第四季的业绩指引方面, 英特尔预期在PC市场趋势获得改善, 以及英特尔产品线更具竞争力的推动, 第四季业绩渴望恢复成长态势。 营收预计将在146亿美元至156亿美元, 高于彭博分析师预期的144亿美元。 Non-GAAP准则下, 每股盈于预估0.44美元, 同比增幅达193%, 高于分析师预期的0.31美元。 英特尔还预计, 第四季度调整后的毛利率, 扣除生产成本后剩余的销售额部分后, 将达到46.5%。 相比之下, 分析师平均预期为44.2%。 针对近期传闻的回答盒, AMD正在开发ARM构架PC处理器, 将与英特尔在PC市场进行竞争的传闻。 基辛格回应称, 从过去来看, ARM构架处理器未在市场获得较多关注, ARM和Windows客户端替代品在PC产业扮演的角色, 相当微不足道。 他不认为ARM技术会在PC市场占据很大的份额。 此前, 英特尔最初在今年9月份, 发表了Meteor Lake处理器。 官方表示, 代号为Meteor Lake的英特尔酷睿, Ultra处理器, 是英特尔客户端处理器路线图的一个转折点。 该款处理器首次采用精力设计, 使用Intel 4工艺和Folveros封装技术。 据Towns Hardware报道,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在这次公司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已开始向PC制造商发货Meteor Lake处理器, 12月中旬正式推出。 据报道, 基辛格称酷睿Ultra处理器已经向客户发货数周, 并将于12月14日与英特尔第五代志强一起正式推出。 该系列处理器的批量EUV制造正在俄勒冈州顺利进行, 最近又在爱尔兰Fab34工厂生产。 该系列处理器的核显将是一大亮点。 官方称, 英特尔酷睿Ultra一代行动处理器的绘图模块GPUTile器 集成了英特尔瑞旋绘绘图架构, 规模达到8XC核心。 官方称, 能够在集成显卡中提供独立显示卡级别的效能, 支援光线追踪和Intel CSS每瓦效能翻倍。 此外, 新一代核显有更高的频率, 同等电压下的频率直接可以冲击到2G以上。 新核显还针对DX12U进行了优化, 支持倍增功能, 支持新特性Balfa Water Sampling。 总体来看, 随着酷睿Ultra一代行动处理器发售, 英特尔的收入和利润都超出了预期, 而且很轻松地做到了这一点。 虽然与2022年第三季度的比较显示结果仍然有所下降, 但好于预期。 有分析师认为, 人们再一次看到了相对于上个季度的强劲表现, 个人电脑收益巨大。 因此, 正如你所看到的, 英特尔的收入比一年前下降了8%。 在营收方面, 分析师之前, 预计营收为133亿至140亿美元, 调整后利润率为43.2%至44.0%。 但是财报显示, 营收高达142亿美元的盈利, 这是由于调整后的毛利率超出了预期, 达到45.8%于一年前基本持平。 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营业利润率也上升了。 此外, 由于营业利润率强劲, 净利润同比增长14%。 真的很出色。 今年早些时候的可怕结果已经结束。 分析师对该公司从悬崖边缘回来令人兴奋。 同时, 该公司正在努力交付其人工智慧。 目前, 人工智慧还是挥达一家独大的世界, 其他公司奋一杯羹。 英特尔如果成功入局, 将获得显著收益。 也值得投资者继续监测人工智慧相关创新的进展。 第三季度有力地证实了业绩的低谷是在今年早些时候出现的。 当然, 风险依然存在。 领先的经济指标继续显示衰退即将到来, 收益率曲线也无法反转。 比如, 也有刚刚开始的学生贷款偿还的回报。 所以, 个人电脑需求的繁荣可能面临一些短期的逆风。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